開放例裡面的主要就是說 講到像2022是查詢系統 所以後來我們有補充了一個 變成成語查詢系統 那也就是說這些東西的話 將來各位可以自己去找一個 你比較有興趣的一個資料庫吧 各式各樣都可以 看你是哪個行業別 你要去查詢什麼東西 或者是說 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很多 你打一個那個開放資料關鍵字好了 政府機關現在最熱門就是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不動產交易嘛 就是那個實價登錄嘛 對那個資料的話 如果說你也可以怎麼樣 自己把它弄一個查詢系統 那將來的話 那個APP 你如果把它弄上架的話 那個就是一個所謂的 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實價登錄的一個APP 那查詢系統的話 當然你自己就是會有一個 MySQL的Server 那將來的話 手機就可以透過 有沒有查詢之後 查到你那邊去 然後呢就把結果放在你的手機裡面 這樣的話呢 當然我是舉例 那這個也是一種服務 或者是說台鐵 高鐵 反正各式各樣的東西 你迷藏11柱型會遇到的那些開放資料 你通通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查詢系統 一個一個的 什麼的一個APP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它的那個 我想那個效用就會蠻大的 11柱型的大補貼通通都有了 那你就把它架一個Server 你就通通都可以變成說 所有東西都在上面可以查得到 那當然你有手機版之外 你也可以有一個網頁版 反正管它是用什麼方式上網 通通都可以查到它想查的 那初期也許啊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別人已經做了 那已經做得非常好 那你就可以考慮看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沒有人做 像我看一下那個天氣預報 像那個什麼中央氣象局 它也有一些開放資料 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查手機APP 台灣地區的那個氣象預報的那個APP 反正做得都不是很好 還目前還沒找到一個特別 讓人家覺得用起來很流暢 所以如果這些東西 你可以直接把它做出一個Server 然後可以讓人家去撈那個Server裡面的資料 那這樣感覺會蠻好的 只是說你可能要幫忙做一點事情 要不就是說 你可以本來有eSale檔 那eSale的東西 你也可以直接變成MySQL裡面的東西 這個就做過 所以你這個在前面前兩次課程吧 如何把那個eSale檔放到MySQL上面去 這個也都有講過 那你可以自己去發揮自己的創意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怎麼樣 把那個202 那202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主要是要做出那個 這邊有程式嘛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主要就是說 我們要把那個 一個 就是記事 會員管理系統 裡面的話呢 就是會有那個新增修改刪除 查詢的相關功能 那這邊的話呢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但這個 這個雲端白板 可以利用 裡面的話 影片 我們每個禮拜也會PO上去 那剛剛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你怎麼半夜在PO影片 我說我想到就PO 我也不一定說什麼 這種東西是 那當然的話就是 一種服務性 我後來想一想 其實好像 也不是每一個老師都一定會做這件事情 不過做這件事情其實也是一種功德 我想說 一個人要有福報比較重要 這跟宗教無關 那這樣會不會 當然自己做的開心比較重要 所以你也可以想一想 你做APP有時候想說 老師這也能賺多少錢 你第一個想要你賺多少錢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賺不到錢了 那如果你不想說你要賺多少錢 你只是做得愉快就好了 沒想到居然可以做到 真的可以小賺一點錢 你也是無心插柳柳成硬的那種感覺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想就是 因為你做了一些事情 當然自己快樂 最重要 OK 好 那影片的話呢 這邊也都有了 不過也還不錯 第十次 也是買Seql 所以買Seql講的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未來 如果沒有資料庫 什麼事情都不能walk 頂多是一個單的嘛 一個不會動的東西 不會動的東西說真的 感覺這個APP我下載下來要幹嘛 最重要是它會動 然後隨時可以讓我 查到一個很大的資料庫最好 或者各個也都一樣 它的商業模式大概就是 初期都隨便你用 等到你哪一天需要我的時候 但是也不強迫你 反正你自己覺得好 你就會自己自己掏一些腰包出來 而且你自己也用的不好意思了 好像也會多給一些 打賞一下 對不對 所以我說網路上也蠻多人打賞我 沒有開玩笑的 然後那個Google也這樣 我用它的東西 它非但沒有收我錢 反而還付我 那個一些錢 那這也蠻愉快的對不對 都受惠了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把那個 我們的也是一樣 這個時候我們還是用Dreamweaver來做 Dreamweaver裡面的話 當然 我們的範例程式裡面 總共會有一個seql檔 這個seql檔裡面的話呢 就是你要先確認一下 你的資料庫到底存不存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這個create table 其實主要這個前面都是註解 然後呢 你要先確定幾件事 第一個 在你的MySeql的database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Member的資料庫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在你的Member資料庫裡面呢 有沒有叫做一個Data的一個資料表 那在這個資料表裡面呢 有沒有這五個欄位 ID Name Telephone Adress Email 不過講過了 這些都用英文的 不知道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用中文的話會不會出問題 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好像還沒有同學 那個是 如果可以的話 那以後用中文也OK 如果你習慣用中文的話 你就打個中文 裡面的話 會幫我建立一個這個Data 應該這沒問題吧 怎麼建 其實非常簡單 它就是一個seql語法 所以你只要把這一段程式怎麼樣 把它複製 把它複製 貼到那個 那個那個 我們的PHG MySQL裡面就OK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要貼這一段之前 因為它只是Create Table 所以你必須要先建 這個必須手動 才能夠建這個 你不能說你直接貼上 這個東西沒有 它找不到加 它會幫你加到別的資料庫裡面去了 那這樣就有點麻煩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那就再來就是什麼 把你的那個環境給弄起來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在我們的環境 SERVER其實是非常非常好搞定 就是說你把這個SAMP打開來 記得用我的這個會比較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如果說你要在自己家裡弄一個環境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再來就是說如果你不一定用PC 我上禮拜最後有講過 反而這個就是用一個NAS 同學好像蠻有興趣的 因為如果你家裡用NAS的話 你就不需要一台PC了 因為你隨便一台PC好了 像這個PC的電源供應 它大概有運作大概都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100瓦左右了 如果在RUN的時候 如果全速運轉的話 可能甚至如果你要顯卡的話 可能都超過200瓦了 那如果說你弄一台這個東西 來當一台SERVER 你家的電費 應該會增加不少 如果是100瓦好了 24小時 那就2400瓦 電費一度電算多少 5塊會不會太多 平均4塊 4塊好了 算5塊好了 好不好 那這樣的話 2.5度一天的話 就是大概12塊 對不對 一個月的話 就是要 360塊的 算300塊好了 一個月就要300 你就是為了要弄一個SERVER 你一個月的電費就要算進去了 要300塊 但是如果你用一個NAS NAS 那個 大概電費就10分之1而已 10瓦的電力 那這樣算下來的話 也就是一個月大概是30塊的電費 那算下來其實感覺好像 就還 那只有可能才15瓦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硬碟 硬碟不是全速跑啊 它是有運作的時候才跑啊 平均起來大概10瓦啦 差不多啦 好啦 頂多15瓦 25瓦應該 可能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還蠻省電的啦 如果比起來 大概10分之1的電力 那即便再多一點點啦 好啦 其實也不會耗電到 因為我都有放啊 我覺得真的沒有影響電費太多 那它等於就是說 那個NAS本身喔 就是已經幫你把PHP 跟買Seql的套件 全部都已經 這個 bundle在那個環境裡面 所以你那個OS RUN起來 你就只是把它打勾而已 它就會有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Service 那我利用 那個 在上面做很多的Service 最 那我上一台有秀給各位看嘛 這有論壇有沒有 其實就用那個來RUN的 已經RUN了好幾年了 都沒什麼事情 而且你說速度呢 我覺得也不會慢啊 跑起來好像OK吧 而且我在全世界喔 出國連回來 好像也OK啊 而且那個NAS也不只是只有RUN論壇 還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它裡面還有很多多媒體耶 還有可以當那個Fileserver 雲端的Server 反正什麼都可以啦 只是說呢 後來我發現還是不要RUN太多 因為Loading太重 大概第一個耗電 第二個跑的會比較慢一些些 那因為我是買比較低階的等級 所以我就不敢給它用太多 甚至它還可以遠端看 看電影 比如說你有download一些電影 別人在那邊也可以直接 手機上也都可以 功能太多了 其中一個基本功能就是 它可以在上面RUN那個PHP加MySequence 甚至高階一點喔 還可以RUN這個 叫Tunket Tunket Tunket是 就是你如果不用PHP的話 你也可以寫那個Java的 就是ServerLate 就是用Java的語法來開發 那當然也是類似的東西啦 那你說哪一個比較強 Java應該是跑的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快多少 快那個感覺不出感的秒數 萬分之一秒 或者是百萬分之一秒 那只是用途不太一樣 因為我之前也有 就是教過類似像這樣的課程 所以我覺得大概也會特別去關心一下 不過PHP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在自己家裡 或者是在自己公司架一個Server 是能夠存取的話 這個環境就非常OK NAS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用的是Microsoft的Solution的話 就是像什麼ASP ASP.NET 很抱歉 目前好像還沒有看過有那個NAS 是支援那個微軟的 微軟通常都是一定要在Server上面 而且可能要是Sequel 要用那個Server WinServer 可能要很新的版本吧 那個的話 弄起來當然就一定是所費不自 光硬體 光軟體 各方面的 還有開發等等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它的好處就是輕便 所以它的目的性不一樣 所以你也不要兩個硬是要把它們做一個 刻意的比較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很輕便 再來就是非常的省錢 而且沒有負擔 那你今天如果投資小 你也不要想說它一定會大獲利 但是大投資不見得有大獲利 那現在流行是小知足嘛 反正我放著嘛 然後至少我有資源嘛 對不對 我放在上面 我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通通可以啊 表示我已經有一個東西在上面了 就像我的論壇 我如果不講 誰會知道那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NAS 它會安安靜的就是放在那個角落 而且你都不用管它 完全沒有聲音喔 我還蠻喜歡的 甚至後來NAS 做到沒有風扇的 想說CPU沒有風扇 還得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製程進步了嘛 而且它的那個整個效能 就是完全它標榜就是無風扇 那無風扇的好處就是說它的熱量也低 相對的噪音也低 耗電量也低了 對不對 而且也沒有那個灰塵了 因為你會風扇 你大概一年 不用一年嘛 半年打開來 哇裡面全部都是灰塵一大堆了 好啊 就是因為它耗電量低了 所以這個當然提供給各位參考 將來如果你的環境 要變更到其他地方 也都完全相容的 好而且非常簡單 網路上有太多那種PHP的套件 跟相關的那些 framework 就是那種library 韓式庫啦 而且免費的付費都有 你都可以拿來用 我們只是講一個基本的架構 那裡面的話 PHP My Admin 你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會員管理系統 裡面呢 有沒有一個叫做那個 Member 所以這邊的話 請各位把它打開來 然後再看一下好了 那這邊我就打一個root 密碼因為我這邊是1234 安置信 我記得它好像1440秒 會自己自己登出 就大概20幾分鐘 所以會把它 那裡面的話 你先確定一下有沒有Member 有Member 就展開來之後的話 那就是看一下有沒有Data 有Data OK 這兩個 如果沒有 請你自己新增一個Member 再到上面的SQL 執行一下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它就會有Data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未來資料來源 那也可以從那個 Excel裡面 如果你有現有Excel的話 應該都OK 我們可以去哪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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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